但以理书第十一、十二章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但以理书的最后了 在最后这两章里面 就预言到但以理之后的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乃至于到最后末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前面 当但以理他近时祷告 为了要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天使呢,就给他有这么多的启示 那这都是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细节 预言的准确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那我们看到在这两章里面 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教会能够胜过帝国的攻击吗 我们看到这许多的帝国 常常都是横跨的欧亚非 是锐不可当的 而且军队非常的强大 那神的百姓 他们没有一兵一卒 没有什么样的刀枪 他们能够胜过帝国的攻击吗 我们一起来看 在第十一十二章里面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 在第十一章 它是有四十五节 但是呢,有一百三十五个预言都实现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令人十分惊讶的 可以说是 这个前所未有的 那空前绝后的一种 这个准确度 那我们首先就讲到说 在这个 他进食祷告 然后呢,就有使者 来启示戴伊利 他讲到说 波斯还有三个王兴起 第四个王 就富足 然后强盛 然后来攻击希腊国 那这个第四个王呢 应该就是以斯铁记当中的 雅哈水鲁王 非常的强盛富足 但是呢 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 执掌大权 随意而行 这个王呢 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那他兴起没有多久呢 他自己就死掉了 然后呢 国就破裂 变成四个国家 就是在迦勒地 希腊 埃及 跟叙利亚等四个国家 那接下来讲到的南方王 就是南国跟北方王 北国 他们之间呢 有很多的这些征战 那一个呢 就是在 这个 以色列地的北方 一个在以色列地的南方 在南方的呢 就是埃及 在北方呢 就是叙利亚 他就讲到说 南方王呢 其实就是埃及的多利买一世 非常的强盛 但是呢 他的将帅当中 有个比他更强盛的 后来就 这个 开创了 北方的叙利亚国 这个呢 指的就是 西流谷 他 他 他本来呢 是多利买一世 下的官 但是呢 后来他就成立的这个叙利亚国 北国 然后呢 他们之间原来还想要 透过婚姻 来立约 但是呢 就把这个 嫁过去的这个皇后呢 给杀了 所以南方王呢 就要来 报复 所以呢 他们之间有许许多多的恩怨 那后来呢 我们就 看到 在这个 第二十节里面 讲到说 必有一人兴起 皆续作王 然后呢 恒征 暴恋的人 通行国中 的 荣美帝 这个荣美帝 指的就是 迦南美帝了 就是以色列帝了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因为 就是牵涉到以色列 所以也是 一个重点 那 所以 这个就是指 这个 西流谷 四世 他怎么样 来 恒征 暴恋 然后 来侵略到 耶路撒冷 然后 抢夺了 圣殿的财宝 那二十一节呢 就更严重的 一个人 起来了 这个人 是 讲到说 一个卑鄙的人 兴起 接续为王 这个就是 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发生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事情 就是 安提阿古 安提阿古 四世 安提阿古四世 一笔法 那 他呢 就 屠杀犹太人 无会 亵渎 圣殿 三次 进攻 埃及 他用 他称为他 卑鄙 因为他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夺取 王位 那 就是 他 也造成了 这个 以色列 非常 惨的一些 残酷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我们看到 他呢 就 在三十一节里面 亵渎圣地 除掉 长线的繁祭 设立那行 毁坏可证的 他 再次的侵犯 这个 耶路撒冷 然后呢 亵渎了圣殿 终止了犹太人 每天的献祭 在祭坛上 献诸为祭 然后又敬奉希腊的 这个 肘斯王 那 玷污了圣殿 那 所以呢 这可以说是 对犹太人最严重的 侮辱 这个可以说是在 旧约时期的 敌基督 但是呢 三十二节 也讲到说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那这些呢 虽然受到 这个 狄基督的 就是 安提亚四世的 这个侵犯 但是呢 他们因为认识神 所以他不妥协 还要刚强行事 甚至 殉道 那他们呢 就是所谓的 民间的智慧人 殉慧多人 所以即便受到逼迫 他们还是 努力的去 来传扬神的道 教导神的道 他们可能 就倒在 在刀下 或者是被火烧 或者是被掳掠 抢夺 那他们 这个 虽然 扑倒了 但是 其他的人 却受到 清净 洁白 那 虽然 他们 攻击 这个 神的百姓 也攻击神 但是呢 主的 愤怒的时候呢 就必然 要来审判 他们 那 所以呢 我们就 看到 这个 虽然 圣民 会受到 攻击 但是神 也会 为他们 来 申冤 接下来 我们看到 第十二章 里面 就 讲到 有关于 末日的 预言 那就 讲到说 有 这个 受到 这个 大 大 艰难 的时候 那 在生命册上的 必得 拯救 然后呢 那些 在这些大灾难当中 死的人呢 他们要复生 要 要 要 复活 能够得永生 那 智慧人发光 那如同天上的光 使多人 归异的 必发光如星 直到 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 未易受逼迫 甚至 殉道的人 他们 必发光如星 直到 永永远远 所以呢 我们回答 一开始的话 就是 讲到 那 就是 就 教会能够胜过 帝国的攻击吗 当然 凭着人的力量 我们 没有什么样的武器 是不可能胜过 这些军队的 但是呢 神为 他的百姓 来征战 他也来 审判 这些帝国 所以 最终呢 教会在神的大能之下 必能够得到最后的得胜 并且要起来 跟神一同的来掌管列国 那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第四节讲到说 但一里啊 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需要解释一下 他说 隐藏这话 不是说像我们隐藏 而是要把 这些 就代理 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些经文呢 要好好的 来保存 保存下来 那将来呢 就会有很多人 来往奔跑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细心研究 窃心研究 知识就必增长 所以呢 这是为了将来的人来研讨的 那能够了解说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看到 那个最后 那第十三节就讲到 这个对待遇说 你去等候结局 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 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所以他必安歇的意思就是 他将会过世 然后呢 到了末日的时候呢 他就会复活 然后来享受神给他的福分 同样的 这句话也是给神的圣徒 我们要等候结局 等候耶稣的再来 那我们必安歇到了末期 就必起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 阿们